都會有好報 但是我畢竟比我例行的 對不對 短短一句話就咳了兩次 MRI的檢查 然後發現我有一個零點七的肝癌 然後就處理了 我這每三個我都會做檢查 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罹患肝癌二十年 過去受訪曾坦言 自己不太注重保養 是揮霍生命的人 沒想到去年底復發惡化快速 北榮證實十五號凌晨病逝 享受八十三歲 兩個女兒透過施明德臉書發布 過去相處的生活照 提到父親在生日這天啟程 和家人戰友們團聚 每年這天他總會對深愛的人道別 現在才懂爸爸多麼溫柔體貼 他沒有繼日 只有生日 而他一生所捍衛的精神和價值 會不斷在我們的世界裡誕生 長久茁壯 前立委林中正透露 總統蔡英文趕往醫院見最後一面 和他說話時 心跳會有起伏 副總統賴清德資深媒體人 陳文謙悼念 施明德是人權捍衛者 永遠的革命領袖 甚至大批網友都不捨這位民主鬥士 至於前總統陳水扁也哀悼 先知都是寂寞的 一代蕭雄施明德 永遠的民進黨主席安息罷 不過提到陳水扁 不能不提這段倒扁運動 2006年號召百萬人上街反貪腐 紅山軍口號喊的正天響 全臺各地都有民眾響應 是臺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群眾運動 臺灣最廉價的就是政治人物的道歉 回顧紅山軍運動三週年紀念時 施明德留下這兩句話 紅朝退去但不是消失 只是等待歷史性的再召喚 民主這一刻永遠沒有據點 必須一代接一代努力下去 施明德人生謝幕 但這些民主貢獻會被留下 三立新聞蔡宇智 詹家璇 台北報導 比誰要討論 清聰宇智 一趟